法國總統馬克宏 希望太平洋島嶼屬地 新卡里多尼亞來平息政治風暴 而因為當地的暴動事件 已經超過了十天 其因是因為法國通過修憲 讓當地的新住民可以取得投票權 引發原住民擔心會被邊緣化 馬克宏將會見官員和代表 來尋求可以和平解決問題 外國總統馬克宏 搭乘了專機抵達法國 在太平洋島嶼屬地新卡里多尼亞 展開為期一天的訪問 因為這個島嶼從五月十三號 開始爆發騷亂 許多商店遭到趁火打劫 汽車被燒毀 示威群眾還設置路障擋路 已有六人死亡 大約兩百八十人被逮捕 馬克宏將和當地官員與商界領袖會談 尋求和平解決問題 法國國會十三號通過修憲 讓居住當地十年的人取得投票權 引發原住民卡納客人擔憂遭到邊緣化 進而引發動亂 法國當局正考慮延長十二天的緊急狀態 這是新卡里多尼亞四十年來 最嚴重的暴力事件 過去新卡里多尼亞曾舉行三次獨立公投 都沒能通過 尋求獨立的原住民擔心修憲 會進一步削弱支持獨立的選民比例 當地國會議員也痛批 政府應該對騷亂負責 上週以來國際涅價已大漲百分之十三 因為新卡里多尼亞的涅產量 佔全球百分之六 涅金屬是重要的工業原料 除了運用在不鏽鋼電鍍上之外 前年更因為電動車電池所需 成為搶手貨 而且歐洲議會六月初將舉行改選 馬克宏正試圖說服選民支持 他的親歐盟願景 但新卡里多尼亞這場騷亂 也打亂馬克宏的競選計畫 讓他面臨一場政治風暴 公司新聞這位人編譯